改变人生的意志之力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能够改变其命运 道圣先生用自己的前半生 证明了这一点 道圣先生回忆 在结合冰性运的痊愈之后 他又屡遭挫折与失败 他曾报考大阪大学医学系 结果落榜 只好进入了教完举办 升学考试的路尔岛大学 工学系应用化学专业 学习有机化学 他毕业后也很不走运 恰逢日本因朝鲜战争 而社会需求大幅下滑 经济极不景气的高峰期 没关系没门路的他 持续找不到工作 道圣先生情绪低落 一度想着 既然社会这么不公 反正也找不到正经工作 干脆去当一名 有知识 有文化的黑包分子好了 最后在大学教授的推荐下 他进入了前面介绍过的 松丰工业公司 但是松丰工业 是一家做绝缘磁瓶的厂商 那属于无机化学的领域 想要的是研究陶瓷的学生 所以道圣先生 急忙找到无机化学的教授 学习了半年 写了一篇 关于年土研究的毕业论文 然而 他进入公司之后 才发现 这家企业工资 迟发是家常便饭 处于随时都可能倒闭的状态 一同进入公司的伙伴们 相继辞职离开 最后只剩下他 孤零零一个人 进退为股 这时 他的心态 反而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发誓不再为自己倒霉的人生悲叹 而是全身心投入到眼前的工作中去 就像前面讲过的那样 道圣先生干脆将锅碗瓢盆 搬到研究室里 住在那里潜心做实验 这一心态的变化 如实地反映在他的工作上 他接连取得成果公司内部 对他的评价也变高了 得到了表扬 道圣先生感受到工作的快乐 对工作越发热衷起来 这时道圣先生的研究取得了成果 他成功地合成了美橄榄石这一 新陶瓷材料 这在当时的日本上述首次 在世界上也是名列第二的壮举 当年电视机正开始普及 这一研究成果 后来被用于制造电视机显像馆中 电子枪的U自行绝缘体 不久公司得到了大量订单 回顾当年 道圣先生是这样说的 因为这个研究成果 周围对我的评价也猛然变高了 我不再介意工资迟发之类的事 对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甚至开始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 顺便还积累了技术和成绩 为后来创办金词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假设当初 太一味地和一同进公司的同事们 凑在一起发牢骚 很快选择辞职 大概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一直以来都不尽如人意的人生 之所以能好转 靠得正是道圣先生心态的转变 进一步说 靠的是 他对现实及社会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反过来说 正是道圣先生早前的心态 和思维方式交致 要他过去的不幸 道圣先生说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体验 他才确信自己的意志 可以左右命运的好坏 我们书友会希望 用15年时间带动一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一千个家庭 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